最美麗的曾經 魂厚嗓音深情演唱情歌 擄獲不少粉絲的心 情歌王子周新哲 兩年前在小巨蛋開唱 門票秒殺 今年他宣布 五月在小巨蛋連唱三場 甚至砸大前打造四面舞台 受到疫情影響 考量粉絲 和全體人員的健康決定延期 為了撫慰歌迷的心 周新哲二十二號 在IGPO出二十五秒新歌 我愛最先去 每一句我愛你 周新哲獲得加拿大歌手 JP Sexy邀約 合唱中文版的A Little Bit Yours 讓粉絲嗨翻 同時周新哲也在IG用英文寫下 演唱會延期 雖然是不幸消息 但為了安全起見 只好延期 至於何時副辦 還在討論中 動靈女神徐洛軒 五月七號小巨蛋演唱會 同樣受到疫情攪局 徐洛軒在IG發文 徹夜未眠和團隊討論 為了粉絲的安全決定延期 台北演唱會相繼很卡 不久前染疫康復的鼓鼓 也宣布五月七號高雄演唱會延期 對於這件事情來講是比較對的 因為演唱會是一個開心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擔憂的話 我覺得可以演 預計什麼時候開場 目前就在確認場地的事件 一定會在今年 所以請大家 正待我的消息 我可以確認就馬上跟大家 會跟大家說 然後也吸收我的歌迷 面對這波疫情影響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透露 小巨蛋五月份一共有五檔活動 目前四檔已經取消 剩下一檔廠商還在評估中 各個活動一個個喊卡 就怕萬人在小巨蛋 慘遭狡猾病毒找上門 華視新聞林立婷 黃瑞玲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活動亦